商务部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,今年1到4月份,我国吸收外资保持增长态势。 本来的数据增长24.8%,占全国吸收外资比重为63.2%。金融服务业和综合技术服务业利用外资增长较快。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、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等部分高端制造业吸收外资增势良好。 主要国家和地区对华投资总体保持稳定,其中的中国香港、德国、英国、法国实际投资增长显著。 中国美国商会今年初开展的年度商务环境调查显示,近70%的受访者对中国市场发展表示乐观,集中服务业和研发密集型行业的乐观程度最高。